印度丧彪的大巴车技究竟有多丧心病狂 虽然路还没车宽 但根本没有他丧彪不敢过的路 司机名叫丧彪 是专门负责这条盘山公路客运专线的大巴车司机 而这条山路也被誉为风险最高的盘山公路 把子不够硬的司机根本不够看的 不过在丧彪眼里 这就是普普通通的盘山公路 显然达不到他丧彪的极限 但这早已经是普通大巴车的极限 左边就是危险的悬崖绝壁 脚下就是宽级的河流 看似危险实则一点都不安全的车速 往往能让乘客提前到达目的地 丧彪不仅拥有长达二十几年的驾驶经验 甚至这驾驶技术也已经达到了天花板级别 虽然每次来回丧彪 他都能将乘客安全的送达目的地 但总会有那么十来个买的是车顶挂票 偶尔会在半道上莫名其妙消失 他丧彪也只怪那是他们八字不够硬的表现 这如此逆天的驾驶技术 可能也就丧彪能做到了 此时的副驾小助理显得是那么的淡定自如 这种小场面属实见得太多了 况且小助理已经不像刚开始的时候那样稚嫩 现在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不仅能全程接打电话 还能一边谈着几十块的生意 一边谈着几百块的合作 优惠是不可能优惠的 只有车顶挂票享受首次乘坐免费体验一次 小助理如此恭恭敬敬敬的工作 这显然解决了丧彪很多麻烦 他丧彪显然也不会让小助理失望 不仅凭借着过硬的车技 在这条客运线上转得盆满钵满满 666多公里的路程同行大巴车 一天拉一趟仪式极限 他丧彪一天来访两趟早已是家常便饭 丧彪的字典里根本没有踩刹车二字 只有把油门踩进油箱里 才能让乘客带来些许的快感 当然八字不够硬的乘客是体会不到了 因为早已经被绝情的丧彪甩出了窗外 即使这样他丧彪也没有松开紧踩的油门 早在出发前就已经被贴心的小助理 提前把油门给焊死了 要不疼呢 更是直接开启了定速巡航 丧彪显然对小助理这贴心的小举动连连夸赞叫好 实在是太哇塞了 如今还在坚持开大巴车的不仅需要过硬的车技 还需要过硬的八字 即使每天都跑盘山公路 也丝毫没有影响司机丧彪赶路的速度 甚至他丧彪每次都是第一批将乘客送达目的地的司机 晚上还能来得及回家陪老婆孩子热炕头 此时距离目的地总部仅剩八十多公里 越是接近海拔就越高 因此天空不难会出现灰蒙蒙的一片 不过对于丧彪而言 刹车是不可能刹车的 反而让身为飙车党的丧彪更加的兴奋 全程都是把油门给焊死 能加油门的时候绝不送油门 此时前方出现一个八十度左右的急转弯道 并且脚下还是窄桥宽度 也就比车宽一米 要知道大巴车自身的长度 就高达二十几米要在这么窄的弯道进行转弯 这难度属实不简单 不过丧彪也不需要任何人指挥 只需凭借自己多年的试探外驾二十几年的手速 就能轻松稳稳越过 不光是印度的人 就连印度的牛也是不一般 直接睡在大马路上 不得不说 干这行真的需要非常大的勇气 别说不敢去这条路开趟车了 就问屏幕前的各位老铁 有没有勇气坐一趟硬坐的大巴车 八字不够硬就随机甩出一名乘客 司机名叫丧彪 是印度大巴圈里面 唯一一位敢和三哥叫嚣的男人 甚至他的年纪也是印度大巴圈 为数不多比较年轻的一位 二十几岁的年纪不仅有彭一样的样貌 这大巴车技也是开到了天花板级别 而司机丧彪也凭借着过硬的车技 在这条客运线上转得盆满钵满 八百多公里的路程 同行大巴车一天拉一趟已是极限 而司机丧彪一天来访两趟早已是家常便饭 甚至有望进入印度大巴圈讨钱算命 刚打了那没多久的方向盘摇势一遍 直接变成崭新的 这显然让飙车党的丧彪爱不释手 每小时一百公里的车速 他丧彪丝毫没有要减速的一次 刹车是不可能刹车的 只有疯狂踩油门超车 才能让乘客带来些许的快感 当然八字不够硬的乘客是体验不到了 因为早已经被无情的丧彪甩出了床外 丧彪只是略微出手 显然已是大巴车的极限 虽然每次到达目的地清点人数时 总会有那么几十名乘客莫名奇妙消失 他丧彪也只是呵呵一笑 刚入行半个月就取代了三个的位置 如今还能做到如此辉煌的成就 他丧彪开大巴的技术 早已经达到了人车合一的境界 全程就像开高速一样 注意看前面的出货量还是挺高的 即使这么危险的地段 他丧彪还想借左转车道超车 隔着屏幕我都感到不可思议 面对这些归宿行驶的小汽车 丧彪找准机会微打方向盘响借此超车 没想到前面还有一个大货车挡住了去路 丧彪也只能无奈摇头 其实心中的怒火越烧越旺 终于丧彪决定不再隐忍 果断选择了死亡模式 两百多公里的车速连续超车 直接让这些不长眼的货车司机 通通甩的尾灯都看不见 此时前方又出现了一辆不长眼的小汽车 看见丧彪想要抄的 果断一小脚油门 舒服着这种行为 在丧彪眼里简直是扳门弄斧 丧彪只是淡然一笑 便已是小汽车的极限 更过分的是 乘客竟然没有一人吵着要下车 可能他们都当这是一种娱乐项目 路也赶了 过山车也坐了 何乐而不为呢 小汽车都能轻松过去的缝隙 他丧彪也能轻而易举的超过去 看了这里不得不为丧彪点个赞 每次乘坐丧彪的大巴车 都能节省很多宝贵的时间 买的是普通大巴车票 体验的则是高铁的速度 这妥妥稳赚不赔的买卖 特别是赶时间的小伙伴 可以体验一下丧彪的大巴车技 虽然是隔着屏幕在看 但感觉自己故当都已经是 更不敢想象坐在车上的乘客 是什么体验 在座的老铁 有没有勇气坐一趟硬坐的大巴车